小米肉桂变出赞叹身 拿下世界冠军之后 吴宝春依旧自我挑战 寻找台湾本土食材创造惊奇 别人眼中的富二代 19岁生日礼物是一间寿司名店 来看他如何在众人看虽的眼光中 撑起招牌 百年虾人犯 掌梢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接连获士 如火面临洗面危机 母女三人 娘子君和女婿协力 成功挽救老店 台湾一千零个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 每个星期天晚间九点 说给你一听